娱乐女星因为各种原因 很多女星都曾偷偷的整容 给自己换上一张脸 或者一个更加完美的器官 但是美丽是有风险的 一不小心就留下后遗症 更严重一点甚至毁容 娱乐圈有很多女星被质疑整容 有的和早前照片对比 还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特别是最后一位 大庭广众之下后遗症漏线 让人看了又好笑又尴尬 谢娜节目上很多人都注意到 等一下吧 有一小块线进去了 俗话说数大招风 很多网友或者粉丝纷纷议论谢娜 是不是整容失败 对于这种问题只能忍者见忍者见之呢 姜应容脸部表情真的僵硬 貌似整容脸的通病就是这样 看起来不知道怎么说 整天上给我的感觉就是怪怪的 没有那种仙女般的灵气 张天爱红了还没有多久 但是有个鼻子边缘位置怪怪的 网友称呼露现了 但看五官确实完美无瑕 可是鼻子如今成了这样 可惜了 张欣逸这张照片看起来怪怪的 鼻子真心不怎样 牙齿也是 脸部虽然面带微笑 但是表情毫不自然 上文节不知啥缘故被称为雷姆 现在看了这张照片我懂了 表情好吓人 再加上嘴唇 李小璐一直很美 但是有时候照片看起来让人不得不多想 郑爽的事情真心让人心疼 曾经爽妹子不自信 觉得南方太优秀 为了挽留对方 于是偷偷去整容 但是整容眼角留下了一定痕迹 脸部也变得僵硬 可最终还是和南方分手了 曾经的孙飞飞真的好美 只是现在变了一个人 女神王祖贤曾经是一个美人匹子 本来不需要整容的她因为车祸 导致大面积毁容 无奈之下只好整容 确实让人可惜 好心疼 GIF韩国女星任爱英节目上 大庭广众之下露线了 真心让人看不下去 大庭广众之下 小庭广众之下